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健全农业金融机构之经营 保障存款人权益 促进农 渔村经济发展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农业金融机构 包括农会信用部 渔会信用部 以下并称信用部 及全国农业金库 信用部指依农会法 渔会法及本法设立办理信用业务者 全国农业金库为信用部之上层机构 第三条 为建立农业金融体系 全国农业金库由各级农 渔会本合作之理念发起设立 全国农业金库申请设立许可之程序 条件 应检附文件 许可 废止许可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条 信用部 以办理农 临 于 募融资及消费性贷款为任务 全国农业金库以辅导信用部业务发展 办理农 临 于 募融资及稳定农业金融为任务 第五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维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 为县 市 政府 第六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规划及推动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 其贷款之资格 期限 利率及委托办理应遵行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前项贷款业务 全国农业金库及信用部应积极配合推动 办理 办理第一项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所需经费 中央主管机关应于农业发展基金优先编列预算之应 第一项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有关宣导 推动 账务处理 财务收支 统计及对于经办机构之辅导查核等事项 中央主管机关得委托全国农业金库办理 第七条 农业金融机构之监理业务 中央主管机关应委托金融监理机关或金融检查机构办理 中央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检查全国农业金库 信用部或其他关系人之业务 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该金库 信用部或其他关系人于限期内据实提报财务报告 财产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 中央主管机关于必要时 得委托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就前向锁定应刑检查事项 报表或资料予以查核 并向中央主管机关据实提出报告 其费用 由该金库或信用部负担 第八条 为保障农业金融机构存款人权益 农业金融机构应依存款保险条例 第三条规定 参加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保险 第九条 农业金融机构对农业用途之放款 应优先乘坐 对担保能力不足之农民或农业企业机构 应协助送请农业信用保证机构保证 第十条 农业金融机构之管理 本法未规定者 依农会法 与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 第二章 全国农业金库 第十一条 全国农业金库为股份有限公司 其资本总额不低于新台币二百亿元 第十二条 全国农业金库之发起人 以政府及各集农 于会为限 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 除信用部净值为负数者外 富有出资之义务 未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 依其意愿出资 第十三条 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为全国农业金库发起人时 除信用部净值为负数者外 其出资额已不低于各该农 于会净值百分之十为原则 其有特殊困难者 得报请中央主管机关专案核定其出资额 前项出资额 应经会计师办理资产负债查核后计算之 其查核费用 由中央主管机关负担 第十四条 未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为全国农业金库发起人时 其有意愿出资者 应以现金出资 且不得超过该农 第十六条 于会净值百分之二十 第十五条 政府为全国农业金库发起人时 其成立初期支出资额定为该金库资本总额百分之四十九 并于该金库成立满三年后逐步降低政府出资比率至百分之二十以下 第十六条 农 于会持有全国农业金库之股份 除暴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者外 不得转让 第十七条 董事会应就章程锁定人数 由股东会依公司法第198条锁定方式选举董事 其中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二人 且不得少于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董事任期四年 连选得连任一次 但政府或其指派之代表人当选为董事 不受连任次数之限制 独立董事应具备专业知识 其持股及兼职应与限制 且于执行业务范围内应保持独立性 不得与全国农业金库有直接或间接之利害关系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之专业资格 持股与兼职限制 独立性之认定 提名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不得充任独立董事 其已充任者 当然解任 1. 有公司法第30条各款情势之一 2. 依公司法第27条规定以政府 法人或其代表人当选 3. 不符合依前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独立董事之资格 3. 独立董事持股转让 不适用公司法第197条第三项规定 4. 独立董事因故解任 致人数不足第一项或章程规定者 应于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之 5. 独立董事均解任时 全国农业金库应自四十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 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之 5. 第十八条 全国农业金库为审议受信案件 应设受信审议委员会 6. 应提请董事会审议之受信案件 应先经受信审议委员会决议通过后 再送请董事会审议 7. 前项应提请董事会审议之受信案件范围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7. 受信审议委员会委员中独立受信审议委员 不得低于两分之一 独立受信审议委员应具备之资格条件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7. 董事及受信审议委员会委员对于受信案件 有自身利害关系者 应自行回避 不得参与该案件之审议 第十九条 董事会应由董事长召集 并担任主席 董事会之职务如下 1. 受信审议委员会委员之选任 2. 总经理及副总经理之聘任及解任 3. 总经理所提经理人之聘任及解任 4. 信用部提报一定金额以上售信案件之审议 5. 业务原则与政策及各项作业规章之定定 6. 总经理所提年度预算案之审议 7. 总经理执行业务及预算案之督导 8. 其他章程规定之事项 下列事项除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外 应提董事会决议通过 独立董事如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 应与董事会议事录载名 1. 定定或修正内部控制制度 2. 订定或修正取得或处分资产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资金待遇他人 为他人背书或提供保证之重大财物业物行为之处理程序 3. 涉及董事或监察人自身利害关系之事项 4. 重大之资产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5. 重大之资金待遇 背书或提供保证 6. 募集 发行或私募具有股权性值之有价证券 7. 签证快计师之委任 解任或报酬 8. 财务、会计或内部集合主管之任免 9. 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重大事项 9. 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重大事项 10. 监察人应就章程锁定人数 9. 由股东会依公司法第227条准用第198条锁定方式推选两分之一 10. 监察人 10. 任其四年 10. 连选得连任一次 11. 其余为独立监察人 11. 由中央主管机关推荐专业金融人员 11. 经股东会选任担任 11. 任其四年 11. 得连任一次 11. 独立监察人应具备之资格条件 11.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11. 监察人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11. 各得单独行使职权 11. 下列事项 11. 应经监察人会议决议 11. 各监察人应推选独立监察人中之一人为监察长 11. 并担任监察人会议主席 11. 农业金融机构业务之积合 11. 各项账目之查核及资产负债之定期检查 11. 违背本法及章程之检举 11. 违背本法及章程之检举 11. 董事会所提年度决算案之审议 11. 其他章程规定之事项 11. 监察人会议之决议 11. 应以半数以上监察人出席 11. 出席监察人过半数之决议为之 11. 出席之监察人就任何议案之表决 11. 均不得弃权 12. 全国农业金库经营之业务项目以下列为限 1. 重大农业建设融资 2. 政府农业专案融资 3. 配合农、渔业政策之农、林、鱼、木融资 4. 银行法第71条 各款锁列业务 5. 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会商银行法主管机关 及其他有关机关核准办理之业务 全国农业金库经中央银行许可者 得办理外汇业务 第23条 全国农业金库对于信用不应办理下列事项 1. 收售转存款 2. 资金融通 3. 辅导与业务及财务查核 4. 金融评估及绩效评鉴 5. 资讯共同利用 第24条 全国农业金库于丸纳以窃税捐后分派盈鱼时 应先弥补以往年度亏损 再就其盈鱼提列40%违法定攻击 必要时得着提特别攻击后 如上有鱼额 连同以前年度保留盈鱼 1. 下列比率分配之 1. 股息及红利 80% 2. 相互支援基金 5. 5. 各级农 渔会辅导及推广事业费 农会10% 渔会3% 4. 员工筹劳金 2. 前项第二款锁定相互支援基金 以用于对经营不善信用部之财务支援违限 其收支 保管及运用规定 由全国农业金库拟定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第一项法定攻击未达资本总额前 现金盈余分配不得超过资本总额15% 第25条 政府股权依前条第一项规定所获配之股息 红利 军预算程序作为农 余业推广经费 第26条 全国农业金库之管理 准用银行法第5条至第8条之一 第11条至第16条 第22条 第25条 第25条之一 第26条 第28条 第30条至第43条 第44条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前段及第四项 第44条之一 第44条之二 第45条 第45条之一 第45条之二 第47条之一 之信用卡业务 第48条 第49条 第51条 第55条至第57条 第61条之一 至第62条之九 第63条之一 至第69条 第72条之一 第72条 第72条之二 第74条至第76条 规定 第三章 农 余会信用部 第27条 农 余会办理金融事业 应报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设立信用部 信用部与其他部门之会计 应分别独立 第28条 信用部与其分部之设立许可 废纸许可 停办 副业与整读 设备与人员设置等事项之办法 及信用部对各类受信对象放款之限制与期限及存放比率等各项风险控制比率管理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设议 信用部应建立内部控制及机合制度 其实施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订之 信用部业务辅导 资金融通及余预资金转存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订之 信用部对资产品值之评估 损失准备之提列 与其放款催收款之清理及呆账之转销 应建立内部处理制度及程序 其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订之 信用部对赞助会员及非会员受信及其限额之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订之 第29条 信用部及其分布 应各至主任一人 主任应具备之资格条件准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信用部主任 由总干事就具备前项资格条件人选提报理事会同意后 报请主管机关核准后聘任 其解任时 一同 前项聘任 及解任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条 农 于会总干事 信用部主任及其分布主任有违反法令 张成 危害农 于会者 中央主管机关得停止总干事 信用部主任及其分布主任之职权或解除其职务 第三十一条 信用部经营之业务项目以下列为限 一 收受存款 二 办理放款 三 会员 会员同户家属 即赞助会员从事农业产销所需设备之租赁 四 国内汇款 五 代理收付款项 六 出租保管项业务 七 代理服务业务 八 受托代理项 镇 市 公库 九 全国农业金库委托业务 十 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办理之业务 信用部经中央银行许可者 得办理解意外汇业务 中央主管机关得一信用部资本市族程度 经营绩效 金融专业程度与内部控制及集合制度等 调整其经营业务项目及范围 其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信用部予以资金 应至少四分之三转存全国农业金库 但于本法中华民国一百年三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已转存其他金融机构之余额 得继续存放 信用部云运资金融通 除情况紧急并经全国农业金库同意者外 应向全国农业金库申请 第32条 信用部应设受信审议委员会 受信审议委员会委员 应有理事会就具有真信 受信经验之职员 真得监视会同意后选任 应提理事会决议或信用部主任全线范围内之受信案件 应先经受信审议委员会同意后 使得提请理事会决议或由信用部主任核准 理事及受信审议委员会 委员对于受信案件有自身利害关系者 应自行回避 不得参与该案件之审议 信用部办理一定金额以上之受信案件 应报经全国农业金库同意后办理 或已由全国农业金库办理 前项一定金额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 第33条 信用部之管理 储本法另有规定者外 准用银行法第5条至第8条之1 第12条至第15条 第22条 第32条至第43条 第45条之2 第48条 第49条 第51条 第55条至第57条 第61条之1至第51条 第62条之4 第62条之9及第76条规定 第34条 信用部应维持净值战风险性资产之一定比率 其比率计算范围 最低比率及未达最低比率之处理方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机关计则 第35条 第35条 信用部年度决算后 其市业营与应提拨至少50%为信用部事业攻击 其净值战风险性资产比率低于前条 锁定最低比率者 应全数提拨为信用部事业攻击 第36条 第36条 信用部业务经营不善 累积亏损超过信用部上年度决算净值三分之一 或余放比率超过15% 应由主管机关及全国农业金库设置辅导小组整顿之 前项辅导 以三年为期 其满为达锁定改善目标 或辅导其监经主管机关认定无辅导绩效者 其所属农 于会由中央主管机关命令其和并于其他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 不适用农会法第37条及于会法第39条规定 信用部净值为附属者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于存续其监弥补信用部缺口后 由中央主管机关命令其所属农 于会合并于其他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 不适用农会法第37条及于会法第39条规定 第37条 信用部因业务或财务状况险着恶化 不能支付其债务或有损及存款人利益之余时 中央主管机关应停止农 于会代表 理事 监事或总干事全部职权或其对信用部之职权 不适用农会法第45条 第46条及于会法第48条 第49条规定 其被停止之职权 并得由中央主管机关指派适当人员行使之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动用期间 中央主管机关执行前项处分时 得命令信用部所属农 于会与其他设有信用部农 于会合并 不适用农会法第37条及于会法第39条规定 第37之一条 中央主管机关依第36条第二项 第三项及前条规定 命令信用部所属农 于会与其他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合并有困难时 得依下列方式之一处理 不适用农会法第37条及于会法第39条规定 一 命令农 于会将其信用部让与其他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 二 命令农 于会将其信用部让与全国农业金库 全国农业金库依前项第二款规定 受让信用部时 得自将股份收回 不受公司法第167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所收回之股份 应于六个月内出售 借其未经出售者 视为未发行股份 并为变更登记 全国农业金库依第一项第二款受让信用部时 不适用公司法第185条第一项至第4项 及第186条至第188条规定 第37-2条 中央主管机关依第36条第二项 第三项 第37条第二项或前条第一项规定 命令农 于会合并或让与信用部时 合并或受让之农 于会或全国农业金库 于申请对被命令合并或让与信用部之农 于会所有不动产 应登记之动产 智慧财产权及各项担保物权之变根 以转或让与等登记时 得凭中央主管机关命令合并或让与知处分书等相关文件 竟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免缴纳登记费用 并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 1. 因合并或让与儿发生之印花税及汽税 一律免贞 2. 其已转之有价证券 免贞证券交易税 3. 其已转货物或劳务 非属营业税之客真范围 4. 被合并或让与信用部之农 于会所有土地随同移转时 经依土地税法审核确定期限之后 及与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 其应缴纳之土地增值税准与寄存 由合并或受让信用部之农 于会或全国农业金库于该项土地在移转时 一并缴纳之其破产或解膳时 经济存之土地增值税 应优先受偿 5. 被合并或让与信用部之农 于会依第33条准用银行法第76条 规定承受之土地 因被合并或让与儿 随同移转与合并或受让信用部之农 于会或全国农业金库时 免真土地增值税 6. 因合并或让与产生之商欲 于申报所得税时 得于15年内摊销之 7. 因合并或让与产生之费用 于申报所得税时 得于10年内认劣 8. 因合并或让与出售不良债权所受之损失 于申报所得税时 得于15年内认劣损失 前向合并或受让信用部之农 于会或全国农业金库 其债权让与之通知得以公告方式代之 承担债务时免经债权权人之承认 不适用民法第297条及第301条规定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善不留言或以诈述损害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之信用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十九条 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负责人或职员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或损害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之利益 而为违背其职务之行为 置身损害于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之财产或其他利益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 其犯罪所得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者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2500万元以上5亿元以下罚金 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负责人或职员 二人以上共同时失钱向犯罪行为者 得加重其刑至两分之一 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四十条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诈述使将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 或第三人之财务交付 或以不证方法将须伪资料或不证指令 输入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电脑 或其相关设备制作财产权之得丧 变根记录而取得他人财产 其犯罪所得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 以前向方法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 或使第三人得之者 一同 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四十一条 犯第三十九条或前条之罪 于犯罪后自首 如有所得并自动缴交全部所得财务者 减轻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三十九条或前条之罪 在侦查中自白 如有所得并自动缴交全部所得财务者 减轻其刑 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四十二条 股份有限公司违反其一 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三十条规定 所为之承诺者 其参与决定此项违反承诺之 董事及行为人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180万元以下罚金 第四十三条 违反第二十六条或第三十三条 准用银行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 但其他法律有较重之处罚规定者 依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 违反第二十六条或第三十三条 准用银行法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或第三十三条之二规定者 其刑为负责人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500万元以上 2500万元以下罚金 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 违反第二十六条或第三十三条 准用银行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 规定办理 受信达中央主管机关 规定金额以上 未经理 懂 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理 懂 事之出席及出席理 懂 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或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一第二十六条或第三十三条 准用银行法 第三十三条第二项 锁定有关 受信限额 受信总余额之规定者 其刑为负责人处 新台币 二百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不是用前项规定 前二项规定 于行为负责人 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 适用之 第四十五条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一第二十六条 或第三十三条 准用银行法 第六十二条 第一项规定 所为之处置 足以生损害于公众 或他人者 其行为负责人处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 新台币 二千万元以下罚金 信用部 或全国农业金库 负责人 或职员于 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机构派 原监管或接管 或勒令停业 进行清理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 新台币 二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 于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其线内 拒绝将信用部 或全国农业金库业务 财务有关之账策 文件 印章及财产等列表 以交与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之监管人 接管人或清理人 或拒绝将债权 债务有关之必要 事项告知 或拒绝其要求 不为进行监管 接管或清理 之必要行为 二 隐移或毁损 有关信用部 或全国农业金库业务 或财务状况之账策文件 三 隐移或毁弃信用部 或全国农业金库财产 或为其他不利于债权人 之处分 四 对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之监管人 接管人或清理人 询问吴正当理由不违达付 或为虚伪之陈诉 五 捏造债务或承认不真实之债务 第四十六条 全国农业金库负责人 或职员违反第二十六条 准用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之一规定兼职者 储新台币二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其兼职细经全国农业金库指派者 受罚人为全国农业金库 全国农业金库负责人 违反第二十六条 准用银行法第四十四条 之二 第一项规定 为一线提出或未却实质 行资本重建 或其他财务业务改善计划者 储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全国农业金库之董事 或监察人违反第二十六条 准用银行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待于申报者 储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信用部负责人或职员违反第三十三条 准用银行法第三十五条之一 规定兼职者 储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上一百八十万元以下罚还 其兼职细经农会 余会指派者 受罚人为该农会 余会 第四十七条 全国农业金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一 违反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第二十二条 或第五十七条规定 二 违反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发行股票 三 违反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 四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依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三十三条之三 或第三十六条规定所为之限制 五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依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所为之通知 未于限期内调整 六 违反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四十四条之一规定 或中央主管机关 依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四十四条之二 第一项所为措施 七 未依第二十六条准用银行法 第四十五条之一规定 建立内部控制及击合制度 或未确实执行 信用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上 一百八十万元以下罚还 一 违反第三十三条准用银行法 第二十二条或第五十七条规定 二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依第三十三条准用银行法 第三十三条之三或第三十六条规定 所为之限制 三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依第三十三条准用银行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 所为之通知 未于限期内调整 四 年度决算后净值战 风险性资产比率低于 第三十四条 所定最低比率时 未依第三十五条规定 将事业赢于全数题 剥为信用部事业攻击 第四十八条 全国农业金库或其他关系人之负责人或职员于中央主管机关一 第七条规定 派员或委托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检查业务 财务或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全国农业金库或其他关系人于限期内据实提报财务报告 财产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还 1. 拒绝检查或拒绝开启金库或其他库房 2. 隐移或回损有关业务或财务状况之账册文件 3. 对检查人员询问无正当理由不为答复或答复不实 4. 与其提报财务报告、财产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或提报不实 4. 不全或未于规定其限内缴纳查和费用 4. 信用部或其他关系人之负责人或职员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 4. 储新台币15万元以上180万元以下罚还 第49条 全国农业金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4. 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还 1. 违反中央银行一第26条准用银行法第40条所为之规定而放款 2. 违反第26条准用银行法第74条之一 第75条规定而为投资 4. 违反第26条准用银行法第76条规定 信用部违反中央银行一第33条准用银行法第40条所为之规定而放款者 储新台币9万元以上120万元以下罚还 第50条 全国农业金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还 1. 违反第6条第一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贷款之资格 期限或利率之规定 2. 违反第26条准用银行法第34条规定吸收存款 3. 违反第26条准用银行法第49条规定 4.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26条准用银行法第51条所为规定 信用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还 1. 违反第6条第一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贷款之资格 期限或利率之规定 2. 违依第28条第二项锁定建立内部控制及击合制度或未确实执行 3. 违反第33条准用银行法第34条规定吸收存款 4. 违反第33条准用银行法第49条规定 5.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33条准用银行法第51条所为规定 6. 违反第33条准用银行法第76条规定 7.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34条规定所为之处理方式 或于年度决算后净值占风险性资产比率 未低于第34条锁定最低比率时 未依第35条规定 提拨或提拨不足 7. 违反本法或本法授权锁定命令中有关强制或禁止规定 或应为一定行为而不为者 8. 除本法另有除以罚还规定 而应从其规定外 8. 储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还 8. 第52条 前五条锁定罚还之受罚人为信用部所属之农 于会获全国农业金库 农于会获全国农业金库经依前项规定受罚后 对应负责之人应予求偿 第53条 本法锁定之罚还 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之 违反第26条或第33条准用银行法 第40条锁定之罚还 即违反第26条或第33条准用银行法 第37条第二项 及第42条授权中央银行 订定之强制或禁止规定应处之罚还 由中央银行处罚 并通知中央主管机关 前二项罚还之受罚人不服者 得一夙愿及行政诉讼程序 请求救济 在夙愿及行政诉讼期间 得命提供适额保证 停止执行 第54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还 一 设有信用部之农 于会违反第13条第一项规定 未出资全国农业金库 二 信用部未依第31条第4项规定比例 将于预资金转存全国农业金库 或违反第31条第5项规定 营运资金未向全国农业金库申请融通 第55条 依本法所处之法环 经献其缴纳 借其仍不缴纳者 自于其之日起 每日加收至纳金1% 于30日仍不缴纳者 依法移送强制执行 并得由中央主管机关勒令停业 第56条 信用部或全国农业金库经一本章规定处罚后 于规定限其内人不予改正者 得对其同一四十或行为一元处罚 还按日连续处罚 至一规定改正为止 其情节重大者 中央主管机关并得命令限其撤换负责人 第57条 犯本法之罪 因犯罪所得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除应发还被害人获得请求损害赔偿之人外 属于犯人者 没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没收时 追贞其价额或以其财产抵偿之 第58条 犯本法之罪 索科罚金达新台币五千万元以上而无利完纳者 一幅劳益其兼为二年以下 其者算标准以罚金总额与二年之日数比例 第59条 第59条 与本法施行后 违办理农业金融业务设立信用部 不受金融机构合并法第14条第二项限制 依金融机构合并法第13条规定 将信用部让与银行承受之农 余会 其争议资产之认定标准与处理准则 中央主管机关应会同相关部会 与本法施行后六个月内定定处理之 第60条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于存续期间 应指拨砖款处理经营不善之信用部 一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 第十条规定委托中央存款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处理之信用部 于本法施行九个月后 由中央主管机关获其委托机构处理之 第61条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修正条文 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 自95年7月1日施行者外 自公布日施行